我那個肉醬意粉 我大概是中學 有帶飯的 另外有一個同學 他家裡是煮東西不錯的 他有一次就煮肉醬意粉 我覺得很想吃 見到就很想吃 回家裡跟我媽說 我也想吃肉醬意粉 可不可以煮一次給我吃 他就說 好吧我煮給你 然後第二天我滿心歡喜 打好飯,我終於可以吃肉醬意粉 然後打給我 番茄、薯仔、紅蘿蔔 女兒當時吃這個肉醬意粉 比較生氣 覺得我做得很吃虧 話說肉醬意粉片局 原來是有段估計的 當時Carmen媽媽 因為入了大批番茄、薯仔 想著慢慢煮湯 誰知道女兒突然提供肉醬意粉 都是番茄、都是薯仔 加點肉 這樣做法就因為快、靚、正 清清地 肉醬加湯渣意粉 他的意見是好的 他覺得所有食物都是好吃 和為你好 但對於一個正常人來說 我就是很大整骨